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牛爷爷的藏经歌 我是考古UpJohn 2011年发行的《处女回路》 是一个很少见的探讨人与机器人恋爱的作品 故事讲的是 男主博树的父母忙于开发机器人 没空鸟他 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最新式的女仆机器人 爱丽西亚照顾起居生活 同时收集数据测试性能 虽然爱丽西亚什么事都乐意效劳 但是因为程序设置 还是和男主保持着一定距离 结果一天放学 男主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实验型机器人沙拉 沙拉白纸一样天真烂漫 对男主热情似火 这就让两个机器人和男主的同居生活 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而生活中接触的女性 就只有学校里的粉猫妹子野山凑 他正面临着其他男人的告白 那么故事最后 男主在人与机器之间会做何选择呢 其实看到本作的名字 可能会让不少没玩过的朋友 误以为这是个拔作 看上面的剧情介绍 这也很合理嘛 啥事都乐意为你做的贴身 女机器人 那不就是个会行动的情趣娃娃吗 说到这个差几句 完全有趣的经历 大概两年多以前 借着最终幻想期重制版的热度 突然网上爆出了一组 仿真还原度极高 蒂法和爱丽丝的娃娃图 你牛爷爷是个A粉 馋得吃流口水 赶紧对接联系厂家 花大饼 我这藏经格 好几万粉丝 视频内容和产品调性 简直是无缝衔接嘛 还不赶紧给我个特许经销 厂家人员 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等小偷冷静下来 想想也对 这肯定没有授权 打的就是个擦边球嘛 果然 没过几个月 娃圈的开箱反馈就来了 这是个泰国厂家 网图都是十几美颜 十几质量 一般般 说远了 我们拉回来 本作其实完全没有走八作路线 而是在努力探讨人工智能 学习人类情感体验的问题 放在2011年那个节点 可能这个事情还比较遥远超前 但是放在如今2024年 这个AI大爆发的年代 讨论这个问题 还真是有点现实意义 这几年 AI人工智能 感觉都进入了紧喷状态 在各个领域 都在逐步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从我们up主的角度来说 Chat GPT AI做图 很快就能用的得心应手 本作努力在探寻 人工机械智能 有没有心 有没有情感的问题 两个机器人女主 爱丽西亚和沙拉 听话乖巧 学习能力超强 而且在感情上 越来越拟人化 青春up不仅爱想 如果哪天 现实中的人工智能 真的能够达到这种地步 男人还真的要找女朋友吗 不仅完全为你服务 而且青春永驻 恐怕到时候 普及唯一的障碍 就是价格了吧 综上所述 处女回路 我给63分 一个探讨人机恋 为主要剧情的 纯爱作 牛头人绝缘 纯爱当狂喜 作为一个廉价 小品作 游戏的时长很短 大概两到三小时 即可全通关 福利不多 且很清淡 关键在于 本作的人物极其少 包括男主 一共就四位 一个B1 三个女主 各一个G1 沙拉县的苦尽甘来 爱丽西亚县的二美兼收 甜度有保障 其实在本作里 安排一个人类女主 就是在 若有若无的考文玩家 人与机器女友 你会选谁的问题 如果问你 牛爷爷怎么选 我会选择 挣钱 因为无论选谁 价格都应该不菲 选钱者的话 有钱可以挑选的 相貌素质更好 选后者呢 可以型号更新 服务内容更全 售后更有保障 看问题 看本质 还是那句老话 有选择的人生 才是好的人生吗 往期本频道 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同台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 订阅打个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